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东西要拿出去卖 就不是那么单纯说 我自己高兴自嗨就好了 对不对 老师你也常常是看到很多年轻朋友 他们有些作品很棒 对不对 可是他们之后不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设计师 这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呢 对啊 我常常在浏览一些网路上面 有一些像Fleaker啊 或者是一些放作品的地方 看到他们的作品 其实真的会有那种 哇后面的追兵 真的是非常的来势汹汹的 后浪推前浪 我们可能 我凭什么还在这个位置上面 做这样子的案子呢 那他们真的是才华洋溢啊 然后做的那些实验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惊人 吓死人 对 可是后来我想一下说 这些人呢 将来到了社会上去 可能他要做的事情是被 很多的框给框住的 有很多的 对 像什么预算问题啦 或者是 目的性啦 对 或者是市场性啦 这些东西 那你有没有可能 在这些框架之下 做最大的发挥 就变得很重要 那当然很多的 年轻的设计师 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挫败 像我在外面 呃 演讲的场合 结束之后 他们 呃 有一些年轻人 就会问一些问题啊 说 为什么客户要的东西都很丑啊 或者是 呃 怎么样 推销自己的设计啊 之类的问题 显然 他们在这部分 碰到很大的 嗯 的困难 对 我想在音乐上 我们也是 是啊 常常 有时候 像我常帮清代做 清代是我们 风潮的音乐总监 做音乐 他说 你这个太复杂了 我说会吗 我觉得还好 他说 你就把自己当白痴去做就对了 就真的是 不是说 我觉得好的东西 就真的是适合大家 对 那 也不能说是真的 那个 程度上的差异 不能这样讲 而是大家的生活 可能已经 很复杂了 他可能希望听到一个很轻松的东西或怎么样这样子 所以我们变成真的像你讲的目的性很重要 我不知道老师你本身也是科班出身吗 嗯 我不知道在设计系 因为很多我们现在很多不管说是资讯传播大众传播都有设计系 等于跟设计相关的科系 他们到底有没有教小朋友就学生们设计上面的沟通或人跟人或是商业上面的取向 有没有这些课程 有没有这些课程 因为我教的系刚好有三个不一样的但是都一样要做设计的 嗯 比方说我教了数位媒体设计系 嗯 我教广告系 嗯 我也教应用美术系 嗯 那这三所学校的科系呢 不一样但是里面的学生就就真的都不一样 像数位媒体设计系这一些进到这些科系来的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看看电看漫画或者是打电动或者看动画 呃这种比较比较窄一点的 嗯 他就沟通这个部分真的就很弱 很弱 非常弱 嗯 那应美系呢 大概比较是试传的一个部分 嗯 那 嗯 我觉得在中间 那广告系是最活泼的 嗯 广告系呢 而且他们的训练呢 就是什么提案啦 这些部分呢 都跟人比较有关系 对 然后呢 其实广告本来就是一个改变人家想法的行业 所以呢 三个不一样的科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沟通传达表达的这个部分呢 就就差异性就很弱 嗯 那我每次去广告系上课呢 那些学生就非常的活泼 嗯 比方说你点名 他就会给你各式各样的答诱的方式 对 然后呢 你讲任何一个笑点 他就会给你一个很大的feedback 嗯 那那个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老师你这么冷的人去的也是可以适应的很好 没有他们都觉得我很幽默 哈哈哈哈 好好玩 他就把那个气氛给他就给他炒热之后呢 他就很嗨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跟客户沟通呢 其实就是要解决客户的忧虑 你要了解客户到底在担忧 心理学也很重要 是 对他到底在担心什么事情 嗯 那你只要能够安抚到那个部分 比方说你提案的时候不要只提一款 你提一个他可能他会要的东西 嗯 然后你再提一个 比较急 对你再提一个你比较想要的东西 嗯 然后呢 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 有一点像是先画把在射箭的感觉 你先把整个铺陈到 就是要这样了 嗯 对方都前面都认为 哦 没错 没错就是这样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结果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那个结果 就比较回事 对 所以提案也是要有一些技巧 嗯 对 也是要一些技巧的 那在这个功能性 就是所谓市场性 跟设计感 这中间的取舍 我觉得才是真的问题所在 就像音乐家 他希望表现自己认为的那个音乐的那个方式 或者是形式 跟市场性这中间 我觉得 我觉得 那已经不是沟通的问题 对 那是口味的问题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认知 你对音乐的认知 或我对设计的认知的问题 嗯 尤其是 呃 以前就 反正大家就是做嘛 就是赚钱 嗯 就是帮客户解决问题 我做一个很好的服务 嗯 设计服务 对 真的是服务 对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 可能一定 有一定的年纪 讲话比较大声 对 那个服务的那个部分呢 可能就年轻人来做 嗯 那 那我们到底应该要做什么东西呢 这其实是比较大的问题 嗯 对 我们去做 像我们做广告配乐 是真的是这样 真的 就跟你刚刚讲的是一样 就真的最好是提两个 嗯 然后先 导演可能可以先选 然后导演再用这两个去弄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再给客户去 然后在旁边敲一些编鼓啦 对 我们比较喜欢这 因为这可以表现什么什么什么 客户就觉得 对对对 这我之前没有想到 他就会很开心 对 那如果呢 你的提案呢 是完全 你就明明知道客户会喜欢这样的东西 嗯 但你完全提另外一个方向 那你的挫折就会很大 嗯 你最好是能够有一部分满足了他 但是呢 你可以提出更更先进的东西 你也可以说服他说 你这东西要放很久的 那我给你的美感是未来的 你现在可能不能接受 但是呢 未来呢 这个东西可以留的比较久 类似之类的 对 那客户一定喜欢重复成功的经验 嗯 我但我就是不喜欢给他 从成功的经验的copy复制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常常要去挑战客户 嗯 对 我想客户最好都不要听到这一期 因为思维老师 你把很多那种 pepper都告诉我们了 就真的是 其实 有时候真的是像你讲的 真的就是我们一种心理 心理学的一个 那 现在很多很多 每一年那么那么那么多的 新的设计人才出来 是 真的是真的是 很多都 还没有推出去就死在沙滩上 像老师讲那样 很多他没有办法妥协 或没有办法 呃 自己说服自己 嗯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 所以说是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 而且现在小朋友很 常常 嗯 尤其是科班毕业 他到了一个公司 他会觉得 这个公司 我觉得他要我做的我都会了 我学不到东西 我就赶快跳另外一个公司 或甚至有 有时候 是其他的原因 做东西我不喜欢 我做厂商 我觉得不好 他就会换 那老师 你提到说你 你自己的公司 嗯 很喜欢用非科班的小朋友 嗯 就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 嗯 科班的 科班的呢 他比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嗯 那这个目标呢 他可能就是 比方说他毕业之后 他想要 呃 到某一个公司去 然后学东西 学一学之后 他觉得说他应该可以怎样 可以怎样 对 那我用非科班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嗯 然后 呃 我可以给他 我们公司的文化 然后呢 我们想要的方式 嗯 然后呢 而且他们 说真的就是 比较不会很浮动 就愿意待 因为真的像我们这样子的 小公司呢 都很辛苦 都蛮辛苦的 真的 嗯 那当然 呃 虽然他们接 可能可以接接触一些不错的案子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非常有纪律的在做事情 对 你是说 你那些员工们 对 对对对 非常有纪律的在做事情 对 听起来有点恐怖 基点就是一定要来 然后怎么样 啊 真的喔 对 可是很多人认为设计的人不是那么 嗯 可以这么样 这么样要求 因为我们已经很没有纪律了 所以 所以 比方说客户打电话来找不到人这些事情喔 嗯 我们就必须要有有有纪律的员工来帮我们cover这些部分 嗯 那我们可能就 比方说上课也忙 然后反正也是晚睡晚起的人 嗯 那如果我们公司再没有有纪律的员工的话那就麻烦了 对 他们要很能够有自制力 我们也不打卡 但是你几点就是来就对了 嗯 然后呢 呃 东西赶不完就是要把它做完 对 嗯 所以是打卡时间是固定下班时间不固定 我们没有打卡 但是呢 他这个时间一定要来就对了 嗯 就是一个很自制的的方式 嗯 你你你比较晚来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比他还晚来 但是呢 跟事情要有人做 对对对对 嗯 那他们比较认命 比较 比科班出来的学生 比较愿意愿意待得久 嗯 这这这个这个就是以一个当老板的心态 就是希望是这样子的员工 嗯 对 那如果再设计这个行业 呃 我不知道非科班的学生们 他们想要进入这个行业 他的门槛会不会很高 他需要具备一些 因为他们没有在学校学嘛 嗯 那可是现在这些城市啊 或技术 其实是可以自己学的 对 那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子的能力呢 嗯 其实 非科班的跟科班的呢 有好用跟不好用的地方 嗯 比方说呃 非科班的来 然后我们就是师父师父 他就是徒弟 对 师徒制 那就像少林寺 你进去就先从扫地开始 蹲马步 哈哈 扫地啦 蹲马步这些很基本的工开始 嗯 那我们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嗯 然后他做的东西就一直被我们退 被退被退 然后做到对为止 其实是有点辛苦哦 嗯 那科班的呢 他在学校里面不是这样被对待的 嗯 他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被鼓励 他的创意 然后呢 呃 可能做的不多 但看了很多 嗯 想法很多 呃 这样子的人可能将来是可以 做头的 做做那个开始的 嗯 但是呢 我们培养出来的徒弟这种的 师徒制的呢 他可以做后面 他的头大概做不了 就是很很难 很难做到头 就很难有创意 很想法 嗯 或者是有一些呃 跟客户的说法之类的东西 现在就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嗯 的确就是这样 嗯 对但是呢 那种很有想法的那种人 在我们这种小公司 又待不了多久 嗯 对 就是这样 就很矛盾啦 蛮矛盾的 对我讲老师啊 我觉得做平面啊 要做到有自己的品牌 有自己一定知名度 真的好难喔 这真的是比做音乐 难上好几百倍 嗯 老师你那时候 刚入行的时候 怎么样让自己这样 因为做设计真的 很 很少有机会可以出头天耶 我这样讲 会不会是不是很 是不是对我不知道啊 因为他的竞争太多了 对啊人又多 对一年大概有两万 非正式估计他有两万多个 相关科技的学生毕业 嗯 而且舞台又少 他呃可以接案子的机会很多 嗯 但是要呢被看到的机会很低 欸大家大部分是看到这个商品 对 我这样成品 他并不会知道说背后 他设计这个人是谁怎么样 所以他很难说是被看见 但是我现在都跟学生说 呃 我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去赚钱 去经营客户 嗯 那但是没有累积作品 那我一直跟他们说作品其实非常的重要 嗯 呃你从现在做作业就开始要累积作品 呃 还有呢有一些人适合走比较艺术的那条路 嗯 但那条路可能就是自我风格 比较品牌的这个自我品牌的路 对 但是这个路呢比较难走比较长比较漫长 嗯 因为你可能就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别的事情做不来 那你只能够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把它做做得很棒很好 但别的事情你可能没办法做 嗯 就像我跟学生说你要做一个风格设计师 还是一个专业设计师 嗯 这两个是不能并存的吗 呃有点路线上面呃的问题 比方说风格设计师就是呃 你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只会做某一类的东西 客户要这一类的东西来找你 就来找你 但你的机会并不多 嗯 但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是 你想做的 你喜欢的可以做得好 你不喜欢做的 你还是可以做到一定的 对一定的程度 对一定的程度 程度 但是这样子的设计师 就不太会累积一 一种风格 嗯 所以呢 这是一种路线的选择 嗯 那你如果要走风格设计师 你可能会孤独 可能会有一阵子 没有饭吃 对很长的时间 但你如果能够熬的下去 坚持的下去 然后你不放弃 有可能有一天会是你的 对会被看到 对会被看到 而且当你被看到了之后 你的那个回报呢 是大过前面那些 嗯 就是接按接很多啦 感觉很专业的设计师 嗯 真的 但是就是 这是一个赌注 嗯 这件事会让我 我会好好思考 真的吗 我们待会回来